这个科学家母亲为了满足儿子的特殊癖好 不停地为他可隆女友 儿子有暴力倾向 一言不合就会对女友爱丽拳打脚踢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眼看他就要止息 杰克松开手 但他并不准备放过爱丽 控制住他的脑袋 狠狠往地上撞 直到他头破血流失去生命迹象 杰克刚处理完尸体 科学家回来了 他对儿子的行为习以为常 飞他从不怪罪 反而一次次宽恕 重新为儿子可隆女友 没不多久 爱丽从黑色夜地里钻出来 科学家帮他把脸擦拭干净 穿上衣服画上眼线 百分百还原之前的样子 爱丽从昏迷中醒来 杰克正在床边目不转见地盯着他 由于他是克隆人 没有记忆也没有思想 杰克将红酒递到他手上 表示这是他最喜欢的 接着让他讲述两人相约的场景 爱丽一脸懵什么也不记得 杰克逐渐失去耐心 大声呵斥想让他回忆起来 爱丽察觉到不对想要离开 杰克用双手撕死掐住他的脖子 接着推倒在地不停时报 直到他失去生命迹象 科学家通过监控 将这荧幕看在眼里 他的内心无味杂沉 儿子的暴力行为越来越严重 必须想办法改善 杰克将珍妮的尸体拖到院内 扔进火炉准备毁尸灭迹 过往的记忆浮现在眼前 六个月前他在郊外散心 爱丽和朋友发生争执 对方将他拽下车 扔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 手机也没有信号 步行到最近的小镇 最少需要一天一夜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时 杰克出现在身后 表示自己家就在附近 愿意收留他一宿 爱丽欣然同意 他身材火辣 性格奔放 深深符合杰克的心 两人伴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 在酒精的作用下 他的暴力神经被唤醒 或受控制地掐住爱丽的脖子 爱丽想要逃跑 杰克连忙追上来 将他退倒在地 他拼命挣扎 却无解于事 就这样被活活掐死 情景过来的杰克很后悔 科学家下班回家 看到爱丽的尸体吓惨了 一巴掌扇在杰克脸上 母爱最终战胜理智 他不仍看到儿子被抓进监狱 于是帮他处理掉爱丽的尸体 身为基因学家的母亲 决定克罗出爱丽 纠正杰克的暴力行为 但效果不尽如意 克罗人一次次被杰克杀害 他向母亲抱怨 克罗出的爱丽没有情感 不是他想要的样子 科学家决定 培养出有思想的克罗人 他开到实验室 拧下开关 女人从灰色液体里钻出来 科学家为他擦掉脸上的粘液 冲洗身体换上干净的衣服 尽量让克罗人 谎言本体的样子 无论满足儿子的要求 让爱丽更加真实 科学家决定花时间陪伴他 给他足够的关注和同情心 拥有感情和记忆背景后 再交给结果相处 科学家每天关心他的情况 给他编造完领的生活背景 以及生活片段 日子一天天过去 爱丽逐渐像正常人一样 有了自己的思维模式 科学家对此很满意 迫不及地让儿子和他见面 面对杰克的提问 爱丽对待逐流 两人逐渐熟悉起来 爱丽欣赏杰克的画作 上面画的全是爱丽 可后面的风格逐渐面的诡异 都是他不同的死法 爱丽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他意识到不对 询问杰克的真实身份 听到此的杰克再次爆发 爱丽依旧难逃避他掐死的命运 躲在门外的母亲听到动静 捂住嘴起不成声 处理完尸体后 在客厅遇到了科学家 他知道母亲的良苦用心 一把将他抱住 表达感激之情 只让科学家觉得 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至少这次杰克和克隆人 相处的时间更长 他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改善杰克的暴力问题 让他拥有正常的社交和生活 于是再次克隆出爱丽 给他灌输思想和感情 在这期间 杰克偷偷溜出去 遇到了新搬来的邻居 杰克女向杰克寻求帮助 杰克没有拒绝 把他搬运行李 杰克女对他心生好感 主动找机会接近他 杰克和他分享 自己的诡异画作 杰克女觉得并不奇怪 反而觉得很有意思 这成功引起杰克的注意 两人逐渐熟悉起来 还一起去市中心看画展 这是杰克第一次出远门 杰克女难以执行 他认为杰克天赋异禀 不应该伪认待在家里 这番话杰克显然十分受用 对此也向杰克导露新生 自己小时候和同学跋山 突如其来的掌控欲 使他将同学推下山坡 导致同学当场死亡 至此母亲就一直把她关到现在 杰克女听完不仅不害怕 反而十分同情杰克的遭遇 母亲也发现了他们的事 要杰克和杰克和杰克保持距离 否则总有一天会害了她 这天杰克女上门寻找杰克 却在无意中看见了艾莉 她偷偷拍下照片 经过一番调查后 发现艾莉竟是个通情犯 因为担心杰克的安危 杰克女连夜找上门 想要提醒杰克的注意 不料正是这一举动 反而引起了杰克的杀心 男人一把拽着女人 何肯将她撞在柜子上 用尽全力掐入她的脖子 男人灭红耳赤 轻轻放弃 卷发女儿如带宰羊 她不愿就这样死掉 努力让自己保持离职 终于拿到旁边的红酒瓶 狠狠在她男人头上 卷发女正多束缚 用语音不打报警电话 却被杰克破倒在地 远远地脱离了手机 杰克骑在卷发女身上 捡起一块玻璃片 情绪失控 使得她面目猙獰 卷发女还在不停地求饶 杰克并没有犹豫 直接她收起刀落 玻璃片狠狠地刺了下去 而爱丽早早就听到了动静 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此时窗外一道车灯闪过 使科学家赶了回来 情急之下 爱丽躲进了一个房间 而这正是科学家的实验室 在这里 爱丽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的噩梦 已经那些碎片记忆 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真实的爱丽已经惨遭毒手 自己不过是个克隆人 但是爱丽并不打算就此任命 她握紧锤子 与科学家对抗 声响引起了杰克的注意 杰克进门扑倒了爱丽 她准备鼓起虫尸 用相同的手段杀了爱丽 挣扎中 爱丽直接杰克密门 随后逃离了实验室 杰克很快缓了过来 等她追出门时 爱丽已经不见踪影 她开始了四处寻找 爱丽则是躲在车后 趁其不备从背后偷袭 一拳便放倒了杰克 最后棋子的身上 掐住脖子 狠狠地砸下地面 以奇人之道 缓止奇人之身 很快 杰克倒在血泡之中 死在了自己 惯用的杀人手法上 而这时 警察赶到了现场 他们将爱丽带上了警车 或许等待她的 是场牢狱之灾 但是更多的 则是一种解脱 影片的最后 科学家母亲利用 克隆技术 杰克从黑色夜地中 钻了出来 是否又是新的 一轮悲剧重演 导演并没有 耿出明确的答案 影片至此也就结束了 美剧深入黑暗 看似无限循环的背后 是畸形的母爱纵容 导致悲剧 一次次地上演 而致使悲剧发生的更远 却是原生家庭教育的缺失 科学家一生沉醉于事业 却也不得不用一生 治愈自己的儿子 也希望大家在奋斗之余 多抽出些时间 陪伴家人孩子吧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订阅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